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那科夫這個牌子呢很久也肯定聽過 因為是韓國的洛阿洛戰隊T的贊助商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科夫的C7101TP固態硬碟它到底如何吧 首先這裡先理一理科夫和海利士的關係 SN Core Limited是在2014年成立的品牌 SN Core中文名為愛斯德 它總部是在香港、台北、深圳、首爾都有分布 而愛斯德是SKCC13年是香港收購的公司 SKCC是SK集團下屬的公司 那SK集團呢在2012年收購了海利士改名為SK海利士 所以說SK海利士和SKCC是同一級別的公司 所以只能說科夫和海利士它都是SK集團的下屬公司 海利士是SK直接的子公司 而科夫是SK子公司的自理牌 所以不能直接說科夫就是SK海利士的子公司 它的關係並不類似於美光和英偉達的關係 淘寶上非常多的科夫內存的電商頁面宣傳所謂 海利士原廠、海利士旗下都可以說是虛假宣傳 如果你說SK旗下的話 反而是沒啥問題的 搞清楚這一點 我們再來看看這款科夫的C7101TB固態硬盤 C7101盤分為256G、512G和最高1TB 五年之寶 淘寶目前只有一家店有賣1TB為769元 主控為惠友的SM2263XT為入門級的NVMe主控 很多國差主控比較便宜的國差都會採用這個主控 另外大家熟悉的660P 採用的就是英特爾定制版的SM2263EN 可力士採用的摩標3DTLC 無法看清具體廠家 從規格上就可以看出 C710屬於入門級的NVMe固態 空看情況下 Quizotis Mark 8G測試 連續讀取2111MB每秒 連續寫入1687MB每秒 4K讀取59MB每秒 寫入172MB每秒 基本符合官方宣傳的2100MHz 在半盤情況下 8G測試連續讀取為2111MB每秒 連續寫入為1671MB每秒 4K讀取為579MB每秒 寫入為176MB每秒 滿盤情況下 8G測試連續讀取為2107MB每秒 連續寫入為535MB每秒 4K讀取為59MB每秒 寫入為118MB每秒 PCMark 8的空盤測試得分為5034分 5000分為NVMe固態的基本分 超過5100分就屬於旗艦級的NVMe固態 C710的成績也就基本符合定位 那HDQ的文件基準測試的話 選擇一個200G的文件 讀取大概1700MB每秒 但是中間的話 還是會出現幾次比較大的波動 寫入的話有點意思了 寫入在13G之前的 大概是在1500MB每秒的速度 不過超過120G以後呢 速度會出現很大的波動 甚至會掉到130MB每秒 不過一般也很少有人會去 拷貝超過100G的文件吧 那這個連續輸入其實 比不少之光端NVMe固態要好的 那西數主流的1TB的SN550和SN750 SLC緩分為13G 如果你寫入超過13G以後呢 就會掉速比較明顯了 那C710作為一個入門級的固態呢 雖然這個後期有掉速的情況 但是能維持130G文件 因為1500MB每秒的寫入 那確實有些令人意外 我們直接拷貝一個80G的 4K電影影片的話 那除了一開始的話 有一小段會掉到500MB每秒左右的話 那後面全程大概能維持在1.5G每秒 那還是很有意思的 不過你在拷貝230G的 使命召喚遊戲的話 那後半部分就會出現 協助只有130MB每秒的場景了 那整個拷貝速度 甚至比部分機械硬盤還要慢了 那至於半款情況下的 協助情況就非常糟糕了 那複製一個20G的視頻 那開始能夠保持正常的1.5G每秒 後面就會出現120MB每秒 到530MB每秒之間波動 那再試試接近滿盤的這個寫入速度 除了一開始的話 有1.5G每秒的速度 後面的速度就基本在120MB每秒 到300MB每秒之間波動了 已經和機械硬盤差不多速度了 不過讀取速度的話 倒沒什麼影響 還是能夠維持在1.5G每秒的 那最後看一下硬盤的溫度 裸盤不加三角片 連續寫入大文件的時候呢 Crystal Bits Info顯示的最高溫度為61度 用熱成像相機拍攝的話 發現最熱處是在主控 實測溫度為61.5度 基本和軟件真的是差不多的 溫度不高 不需要加額外的散熱片 那跑完這些測試呢 基本上就對科夫C710硬盤有個大概的了解 定位為入門級的NME固態 連續讀取性能符合預期 顯入100G以內的文件速度 可以達到高端NME硬盤的水平 也算是符合產品本身的定位了 那麼你是否會購買科夫的C710固態呢 歡迎留言彈幕與我們交流 那本期節目就到這裡 有關中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 點個在於我們是全地的YouTuber 這對我們非常重要 那如果想要留言跟我們這樣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LROK 那如果想購買電腦 歡迎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 潮玩工作數碼 或者淘寶店的潮玩客 這裡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